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裡是汽車線上終極單元 那今天非常高興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很久沒有介紹純種跑車了 那我們今天介紹的是 BMW 2015年全新的S1000RR 所在的位置就是大鵬灣國際賽車場 那今天本刊很榮幸的成為全台灣第一位 在賽車場測試S1000RR的媒體 這台車有什麼特別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們從外觀開始介紹 S1000RR它已經變得跟之前有點不一樣 一貫維持它的不對稱大燈 不過你看到大燈它已經左右改變方向 而且在燈眉的部分它的尖線拉得更長 更有特色 我不敢說更美 因為E4跟最新款的 各有大家說它好看的地方 那前面多了這一個我們說 翹腳的地方 這個在原廠它是宣稱 有導流效果的一個功用 那在今天其實在直線底 時速200後進彎 其實它真的我們可以感受到 這一代的車它的擾流性真的不錯 那從外觀特色的話 一樣有左右不對稱的鯊魚旗 那原廠也是說 這樣做不對稱的鯊魚旗 它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把熱氣更快速的 帶離我們的車體 那在尾殼的部分 其實眼尖的讀者會發現 其實它跟S1000R 是一模一樣的一個設計 那其實整體來講 它還是有舊款車的一個身影 可是其實很多細節都已經改變 包含副車台的位置其實是不一樣 它整體是更往後 那所以你如果是舊款的腳踏後移 在新款15年之後是完全不適合使用的 B&MW一貫擁有ABS系統 那ABS搭配Brembo 其實整套系統 在這一條載道上 你可以很明顯釋出 Brembo的煞車系統很強硬 所以你很劇烈的煞車 但是電子阻尼避震器 又可以把你的這個 加在你煞車的時候加重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這個輪胎變形 那路感變得更明顯 你知道什麼時候該釋放煞車 所以整套煞車系統跟電子懸跳 搭配起來非常有樂趣 B&W它在這幾年 對於跑車的研發 真的是非常的注重 而且在WSBK 跟我們的漫島TT 都有這一部車來做賽事 做參賽的動作 所以這一部車要騎起來才知道 據說B&W將會辦 S車系的一個試乘會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這部車跟我本身的HP4 最大的差異在於 新式的快排 以及循跡控制系統 我簡單說明一下 新式的循跡控制系統 這套系統 它會變得比較提早介入 但介入時 又不會讓你感覺到 動力喪失 銜接不順的感覺 你並不會感覺到動力不見 而是在感覺到 動力會只是變得比較和緩 尤其在大鵬彎 2號彎出彎時 用力補油更為明顯 以這套換導系統而言 它是一個非常酷的系統 其實B&W早在很早 就已經將快排系統導入 包含之前我們所試駕過的S1000R 但這部車的快排系統 便是更的特別 它不用拉離合器 也可以直接退檔 我今天已經騎了好幾節的賽道練習 一開始說真的 非常不習慣退檔不用拉離合器 總會不自覺的去做退檔補油的動作 但與電腦自動修正下 加上我的補油 車子變得非常的不順 但到下午熟悉了退檔方式之後 真的可以感覺到入彎前所節省的時間 以及專注力 而且經由快排系統退檔 在退檔後 車身抖動已經減少許多 引擎煞車也改善不少 我相信這就是電腦幫你做 退檔補油動作後 與電子懸吊一起搭配下 所強化產生的效果 這部車我們今天已經換上 Penali的光頭胎 可以感覺到同樣一條胎 在HP4與E15年上的不一樣 那E15年的操控感 它更讓我感覺更加的犀利 這也許就是原廠宣稱 配重以及軸距改變的差異 這一代 它的車頭變得更輕巧 轉向也變得更靈活 整體重心感覺效 比較像在車子的中後方 所以在使用快速傾倒的時候 你不會感覺到前輪被壓住 整體的前輪循跡性 感覺來說更加的清晰 可以和說 其實跟上一代車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你是騎一代的 正在考慮要不要換新款的 也許你可以考慮看看 因為這兩部車各有它的樂趣 這一套煞車系統原本是採用 Brembo的系統並搭配ABS 在這樣的與電子懸吊搭配下 你會感覺到重煞池 電子懸吊會幫你阻尼自動加強 並支撐下壓的重量 避震器在輕度壓縮時 前輪變形的狀況 所以你可以很早就感覺到前輪變形 你會很自然的釋放煞車 所以在這樣下 路感變得相當的清晰 如果以傳統的避震器 沒有做正確的調價的話 過度壓縮與前輪變形 你會比較晚知道 所以往往會導致在輪胎變形後 轉向變得大大不易 這一部車可以很早就感受到輪胎的變形 並且可以適時的去做油門改變 以及煞車釋放 以及姿勢的變換 來去對應車輛的動態 這台車在8000轉之前非常平易近人 它在選單裡有三段不可調模式 雨天模式 運動模式 以及競技模式 這三種模式 我建議如果你是第一次下賽道 你可以先從雨天模式開始練習 尤其是大鵬彎的低速彎 5號以及7號彎 這類的低速彎腳 如果使用雨天模式 在彎中的油門維持 以及出彎的加速 它都可以比較精準的去使用油門控制 車子在彎中的懸吊也變得比較穩定 所以你可以享受更多的油門開啟樂趣 我不建議你 一開始就將這部車的全馬力做操控 因為操控精準 比換前大馬力來得更為重要 各位觀眾 已經到了我們試車完成的階段 那關於我對於新的15年S1000RR 我的一個感想 其實很多人會認為說 新手不適合接觸公升級的跑車 當然如果說你身體是比較嬌小的 騎公升級可能對你壓力會比較大 不過其實這部車騎起來是蠻輕腳的 如果你對於起步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障礙的話 這樣的車 那搭配它的三段模式可調 加上很大量的旋機介入系統 其實我覺得非常適合你第一次接觸公升級的朋友 來碰這部車子 它整個規格它會有三個版本 它會有沒有電子懸吊 沒有快排 有ABS的版本 那再來會有是快排 旋機 可是沒有電子懸吊 那到今天我們試乘最頂級的電子懸吊 加上旋機控制 還有電子式快排 那三部車其實 如果說你想要改避震器 對你來說改避震器會有很大的樂趣 那也許你就是可以買非電子懸吊版本 那你如果覺得說 我不太喜歡改裝 我想要就是原廠 就要有很棒的性能的話 當然原廠避震器也夠用 那或者是你可以選擇這一款本 電子懸吊系統 那所以 整天試下來的狀況 尤其是我們今天終於可以試車 試一步超跑 是在賽道上 完完全全發揮它在過彎的性能 那所以感覺是非常棒 車子轉向非常犀利 承襲S1000R一貫的風格 那我是嘉飛貓 很開心跟你介紹S1000RR 我可以選擇 我能 Assembly är 100%的 我可以選擇